被大批警力团团包围 黑男子突然伸出手 掐住远警的警部 差点喘不过气 气焰嚣张 当场被警方喷辣椒水 怎么会这么激动 时间到回前一刻 街头天色昏暗 一名女子要去附近买东西 但明明还是红灯 她却穿越双黄线跑过去 骑士反应不及撞上去 没想到对方的未婚夫冲出来 沿街追打 明明就有斑马线 这名女子是从路中央穿越马路 这下子被骑士撞倒 她的未婚夫不仅把对方夺打一顿 连警察盗掌他们还攻击远警 远警货报来到新北市板桥这个路口 原本以为是处理车祸 结果禁止街头打架 遭殴打的骑士 跑到附近火锅店求救 嫌犯竟然把人强拉出来 反手压在地上 造成被害人双手和膝盖多处擦挫伤 因为有喝酒然后又出车祸这样 很闹事 他们还是互相呛声 起码又十几个警察来 这警察压人了 39岁陈姓男子与苏姓友人落网之后 公称不满21岁周姓骑士撞伤的未婚妻 又怕对方肇事投意才会动手 只是护妻心切 打伤人 朋友意气相挺 却对警察动粗 事后分别被依妨害自由和妨害公务 判两个多月有期徒刑 拘役十天 当晚原本要去续的摊 这下哪都别想去了 统统进警局 TVVision 欢迎你一节新闻上报道哦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